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屯門藍 你會多一份寧靜 少一份煩囂 因為這裡和市中心不一樣 屯門藍一向都是以住宅為主 其實這裡看出去就是青山灣的景致 遠望一點就是大嶼山及機場 這裡晚上也很多人來這裡散步 再走前一點就是胡蝶灣 夏天很多人來這裡燒夜吃和曬太陽 屯門藍這邊的設施特別多 有泳池、草地滾球場、網球場、 哥爾夫球場和劇術學校都有 這邊區內也有不同的遊樂場和公園 錄法空間一定會比市中心多 生活一定更加寫意 位置上偏於一遇 屯門藍之所以能夠吸引到 鍾情麻末的屯門人聚居 只是因為建在這裡的絲樓 不少都看到海景 不少單位都享受到這個海景 當中最大型就是海翠花園 提供1432火 樓下有個大型商場、海翠坊 還有巴士總站和輕鐵總站 還有馬尾海灣、衛風園、啟風園 還有防協的湯山莊、美樂花園 基本上拿著上車的銀碼 就可以享受到海景的單位 以前沒有屯門延線概念之前 這個區百多萬就有選擇 但是政府拍板興建屯門延線之後 這一區的樓價也十級以上 政府在2014年鐵路發展計劃 都落實了會興建一條線路 由屯門西鐵站伸延2.4公里 去到屯門碼頭一帶 所以當中都吸引了不少投資者 過來這邊入貨 其實效應都一直在發酵 事關有消息指 屯門延線會在屯門泳池道加多一個站 上蓋還會額外提供6000個私樓單位 以及13000個公屋單位 如果消息落實了之後 一定會帶動南岳海灣和嘉瑜半島的私樓 我們現在位置於河王老 屯門河道的另一邊 所以你見到人流都比較少 以及都比較寧靜 新地的海泳路全新項目 都坐落於這一區 當中現在可以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 預計在2021年4月會落成 基建因素打通屯門南的命脈 效應不單單由屯門延線反映 還是正正在動工的屯門赤立角連接路 將打通屯門和機場 以及港珠澳大橋 最快2020年開通 日後在屯門出發去機場 就可以由60分鐘 大大縮減到10分鐘 透過這個連接路 就會駁去屯門40區 香港設立的機場 以及港珠澳大橋那邊 我們現在連著這條路 這樣出去 就是龍門區 以及新屯中那一帶 屯門南這三個區 就因著這些基建聯在一起 協同效應會更加強 畢業 走路 東方珠澳大橋